来来来 各位猫和老鼠的团友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一日导游 罗宾汉朵 今天我们主要参观的就是 策划新开发出来的 5A级景区 猫和老鼠游乐场 怎么样 你看跟着我这个热气球 你们看到什么了呢 在景区门口呢 就可以看到了 哇哦 这个布置可以说是非常走心了 整体色调都很活泼 背景还可以看到一些游乐场的设施 真的是忍不住想进去看看了呢 好吧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 最左边的女巫城堡啦 这个门呢是个自动门 绝对比其他地图的门更高科技 这个城堡呢总共就有两层 二楼的这个楼梯是站不了的 而且每个一段时间就会有闪电了 比较懒的团友呢 可以踩这个沙发 直接摊上二楼啊 但是如果你是罗宾汉的话 在女巫城堡这里 罗宾汉开降落伞 画面就会变成无碍的风景了 诶 莫非这是策划强行薛一波吗 除了城堡呢 就可以看到旋转木马了 而且靠近还可以听到有音乐哦 这个木马是可以跳上去的 罗宾汉的二段跳 或者杰瑞的鼓舞技能 都可以跳到房顶上 这个木马旁边呢 就是一个过山车了 而且这个车呢 是可以站上去的哦 过山车楼上 就是一个浪漫的摩天轮了 如果是罗宾汉的话 在这个摩天轮顶 跳来跳去都不是问题啦 这个感觉六猫 又多了也好去处了哦 还有就是旁边的跳楼机了 这个看起来也太小哥了吧 能怎么跳啊 哎呀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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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泡泡水冷静一下吧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旁边的这个水城呢 不过其实作为一只会狗跑的老鼠 这个水深 其实是没什么难度的 这里主要就是有很多复杂的管道了 感觉又是罗宾汉的天堂了 但是关道用降落伞就没法降落到地面 下面的这种滑梯才可以安全降落哦 最后呢就是最右边的高台滑道区了 这个比较有趣的就是可以蹦跌啊 站上这个台子 应该就会自动响起来了 来来来来来 春枪动作跟我一起整齐化一 总的来说呢 这张图啊 还是很适合罗宾汉凤达的 好了 今天的新地图一日游就这样咯 大家觉得这个游乐场地图怎么样的 欢迎留言点赞收藏咯 爱你们哟